大家好,今天我要來介紹這本書叫做《學天文》 這本書是講關於天文學的知識 這本書令我最感興趣的一個單元叫做《怪異的行星》 《怪異的行星》是指一些奇形怪狀 或者結構很奇怪的行星 這個單元裡面它介紹了兩個不同的行星 分別是鑽石行星和熔岩行星 首先我會介紹鑽石行星 鑽石行星它的半徑是地球的兩倍 質量是地球的8倍多 距離地球40光年 圍繞它的行星行一圈要18小時 它的行星三分之一都是覆蓋著鑽石的 而它的表面溫度是2149度 它的核心主要是熔岩 而外層就是一層厚厚的鑽石 它的鑽石是由碳受到高壓力之後形成的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行星是熔岩行星 它比地球闊20% 比地球大80% 質量是地球的1.69倍 它圍繞著天外座一個好像太陽的行星運行 它在這個行星和地球相差400光年 它圍繞著它的太陽 走一圈只需要用8.5小時 它的表面溫度是2027度 高度可以溶快些鐵 這本書裡面會學到一些平常生活會學不到的天文知識 這本書的內容也十分之豐富 以上就是我簡短的閱讀分享 多謝各位